好,我们先来做一个视讯打气球的游戏 视讯戳气球的游戏 那这个游戏呢,会用到 会用到那个分身 分身的新功能 还有视讯的新功能 那我们先来准备气球 那我们希望呢 这个气球在下面随机的产生 那产生之后就往上飞 往上飞 所以我先把小猫删除 然后新增角色 然后直接选气球 好,那有气球之后呢 我们希望这个气球 我们先把大小调一下 不要太大 好,我们希望这个气球 在下面这个地方随机的产生 那所以呢 一开始 好,一开始我们希望它是隐藏的 所以把外观隐藏 好,然后什么时候显示呢 好,当你要显示之前要先决定位置 那所以呢 我们先让它就是到某个位置 到这一个附近的位置 那这个附近的位置到底是多少 我们先把舞台区先开一个坐标 让大家可以容易看到那个坐标 尤其是高年级的 高年级有学过坐标 但是其实他们一开始对这个坐标 还不是很清楚 好,那所以在下面,我们刚刚说 气球要在下面出现 那这个下面的地方 它的X值是变动的 从240到-240都有可能 但是Y的部分呢,它是可以固定的 固定在-180最底下的位置 那因此我们的程式是这样写 好,气球的程式 它要出现之前 它必须移动到某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 刚刚讲要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Y的部分 我们就让它固定在-180 好,就在最底下 那至于X的位置呢 因为它是随机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在240 跟-240之间去自由的挑选 那自由的挑选 就会用到随机变数 随机乱数 那所以我们在运算里面 把随机乱数挑出来 然后240 它的范围给它 240到-240 然后把它塞进X坐标 好,所以这个动作 就会让我们气球 在这个地方的位置 随机的出现 那随机出现之后呢 我们就要显示 就要显示出来 好,然后呢 我们让它一直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用重复执行 把它包起来 我们先试一下 好,按律期 然后它就在这边随机的出现 随机的出现 好,那它出现的太快 对不对 出现的太快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随机 还有一个随机的时间 所以我们的等待时间把它拉出来 那这个等待时间呢 如果你固定 把它固定下来的话 那它就会很很死板的 1秒出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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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也要它不定时的出现的话 那一样在运算这边 一样是随机乱数 那我们就让它从0秒到 假设3秒好了 3秒好像有太久 对不对 1秒好了 2秒好了 2秒 0秒到2秒 把它塞进这个等待时间 然后呢 它就会有时候是0秒出现 有时候是1秒出现 有时候是2秒出现 那其实它这个间隔 如果你这样子 这里面都是整数的话 它就是固定都是整数出现 0秒、1秒或2秒 但是如果你希望它比较 比较不要那么固定的话 你其实这边有一个可以加小数 比如说2.00 如果你这其中有一个小数的话 那它在取乱数的时候 它其实就会用小数来取 比如说1.98 0.72 类似这样它就会跳 所以只要里面有个小数 它里面在取乱数的时候 它就会 它的间隔就会比较小 比较细微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随时的 随机的时间 跟随机的地点随便出现 那么接下来 它会出现之后 我们希望它能够往上飘 那以往的做法是用很多的角色 但是因为2.0 它有增加了分身的功能 增加分身的功能 所以我们现在用分身的功能做 就会比较轻松 那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是主角 主角 主角本尊 本尊 我们先把它的显示拿掉 现在已经知道它会随机的出现了 那接下来我要做一件事 就是当它随机出现在某个位置的时候 它我们已经把显示拿掉了 所以它不会看得到 但是呢 我就让它产生分身 然后这个分身产生的时候 就让它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在随机的位置出 到随机的位置的时候 我就用这一个 这个 因为它更新版本之后 这个还没有翻译到 Create Clone Clone就是分身 所以这个就是引分身数 忍者的那个引分身数 所以我在随机的位置出现之后 我就产生自己的分身 然后产生自己的分身之后 这时候还不要看到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 当分身产生时 所以它产生分身之后 我们就要用这个 类似负成式的概念 把分身叫出来 那分身叫出来之后 我就让它在这个位置上 直接显示 那显示之后 就要往上飘嘛 所以这里是往上飘的部分 那往上飘做法有很多种 像这个气球往上飘 如果我们一次移动 我们向上 你可以面向某个方向 然后移动几步 你也可以几秒钟内滑行到哪里 那你也可以用坐标 直接改变的方式 那在我们这个案例里面 可能用坐标直接改变方式 会比较简单 那Y是管上下的 所以呢 你就只要改变Y坐标 那改变就是往上加 往上加 所以我们把坐标拿出来 将Y坐标改变多少 这直接给它一个数字 如果你希望它飘的快一点 这数字就大一点 那这是一次移动的 一次移动的量 一次移动的量 那我们整个画面呢 从上面180到下面 负的180总共有大概300 360的距离 所以如果一次移动10的话 我就可以移动36次 所以我们在控制这边 这边一个重复次数 36次 然后把它塞进来 所以它一出现之后呢 它就会往上走36次 每次走10 就会画过整个荧幕 就会整个荧幕 然后到那个 它走到这位置的时候 走到360的时候呢 它就怎样 走到这个上面180的位置呢 它就会 应该要消失 应该要消失 所以我们的外观这边 就来给它消失 隐藏 那本来以前是用隐藏 但是现在这一个是分身 那既然是分身的话 我们这边就会有一个删除分身 所以我们现在就改成删除分身 我们先来试一下 点绿期之后 随机出现往上飘 然后删除 随机出现往上飘 删除 这个就是气球 随机往上飘的部分 那我们这一个是要做视讯搓气球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视讯的部分 那视讯的部分呢 它主要是在侦测这边 这边有视讯的功能 所以我们一开始把视讯设为开 这个先把它 你可以先点两下 调整一下视讯 好 那我们把视讯打开之后呢 通常这个画面 最好是把它调到 那个背景比较干净的地方 这个背景 我们现在把它调到照到后面的白板 背景越干净 你那个侦测的越准 侦测的越准 不会被那个后面的环境所影响 所以我们把这个一开始要开视讯的部分 就把它放在一开始的地方 然后呢 视讯这里 这里有一个积木叫video 然后什么动 什么动作或方向 这个角色或者是舞台 那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对象是 你今天的侦测的内容是动作的话 那只要这个画面有动作 那它就会有 这个就会呈现一个数字 那我们今天如果是舞台 侦测video有没有动作在整个舞台 所以只要舞台 这整个舞台 有任何一个地方 有被画面有变动的 那这个数字就会很大 那如果你今天是角色的话 今天是角色 那就是你要碰到 比如说碰到那个气球 碰到那个气球 碰到这个气球 那气球有被碰到 你才有反应 那在我们这一个case 大概就是要用这一个 用这一个 那你可以点两下 你可以发现它出现一个数字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画面没有任何变动的情况下 你去点两下 它的数字其实是很小 那如果说 如果说你现在手在那边画 然后你去这边 这舞台的动作 你点两下 你发现这数字很大 所以它数字大概是0到100的范围 那以这个意思我们大概就是用 等一下搓气球 所以要在这个角色 好 那我们就做一个判断是 这是一个数字 如果这个数字呢 大于 假设我们大于80 这是灵敏度了 就是它变动量如果越大 就才能戳破气球 如果你数字很小 它稍微轻轻的 有影像有变化 有碰到气球 就会有反应 好 所以我们就去侦测 如果 如果呢 如果这个数字 我去侦测那个影像上面 有没有动作 而且要动作在这个气球上面 如果有的话 而且数字大于80的话 我就直接删除分身 好 就直接把分身给删除掉 好 就直接把分身删除掉 那除此之外呢 我要再加个声音 加个声音 那所以我们去声音这边看一下 所以刚好 那个气球就有那个 啵啵啵的声音 好 那么所以呢 我就在这边 再加一个播放声音的部分 好 就播放啵 好 播完之后 就删除这个分身 那这个判断要放在哪里呢 要放在 我们 气球一开始往上飞 好 每走一次 就要侦挫一次 所以我要把这个侦挫 放在这个地方 好 每走一次 每走十步 我就要侦测一次 然后一直重复 所以 他在行走36次的过程中 他每一次都有侦测 好 好 我们来试试看 好 现在执行 好 执行之后呢 那个气球就会开始往上飞 那这时候如果你的手 过去 碰 有没有 碰到他就 啵 啵 啵 有没有 好 那你会看到那个气球有停滞 然后再啵 那是因为我们 是播完声音 所以他那个气球会先卡在那边 播完声音才去啵 所以 你可以 这是 因为 有这个 好 他会先播播放完声音 如果你希望那个声音同时产生 那我们就会用到之前的交过的广播 所以你可以广播 在事件这边 广播破掉 破掉的声音 好 那你用广播的方式来处理声音的话 他就不会占用时间 好 所以他用广播 广播出来之后呢 就接收 用接收 接收 接收破掉 好 这样子呢 他就不会占 这个积木 就不会占用时间 那这个是会占用时间的 好 这样子呢 就比较不会有停滞的感觉 我们再来一次 气球马上就被你戳破了 好 那么接下来进阶的 如果说 我希望这个气球呢 要有一点变化 那我就到外观这边 他有一个颜色的特效 颜色色要设为多少 所以在产生气球的时候 好 在显示之前 在产生气球之 之后 或者在显示之前 好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特效的变化 那这边一样用乱数 好 这样子可以变化比较丰富 从0到100 让他自由的挑数字 好 好 而且呢 好 我们先试一下 所以现在 一产生那个颜色 每一颗都会不一样 那如果你希望有大有小 那一样是在外观 那现在的大小呢 这是现在的大小 将大小设为多少 那你也可以呢 在这里做一个 现在的大小是70% 那我再加个乱数 那我就把它上下减个 加减20 那就是50到90 好 这样子气球的大小也会有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有的小有的大 然后每个颜色好像都不太一样 好 那这个 如果你觉得这样太久 出来的太慢 你可以调时间 1.0 这样出来就会比较频繁 比较多一点 还不够呢 再多一点 0.5 这样气球就会很多了 好 现在就来戳气球 用手抓 然后用头痛 都可以抓到气球 好 那么如果你要加分呢 加分的话呢 当然就是变数这里 你要做一个计分的变数 计分的变数 然后通常一开始 一开始预设值都是0分 都是0分 那你在抓破气球 抓破气球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抓破气球就给它加分 就给它加分 那一次可以加个100分 好 那个小朋友很喜欢分数 所以一次给它1万分也没关系 好 那这时候就可以计分了 好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搓气球的游戏 利用视讯跟分身的部分 来做达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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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